今天是2023年的10月9号 今天呢我要去广东 然后12号回来 咱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早晨聊聊天 今儿呢早晨呢我得回归一下正题了 因为前段时间一直在讲这个我们的这个松树专题 所以今儿呢我得从松树的专题继续着手 必须要有松树的专题 然后呢这个回来之后啊 咱们还要继续咱们中国历代名画松树专题的这个课程 所以在走之前呢跟大家继续 不要忘了我们还有松树这么一个内容啊 这是这边呢我们呢就是有很多松树的一些图啊 这是我前段时间刚刚搞来的一些图 主手呢也做了一些这个收集和归纳啊 就是这个呢也就配合我们的这个松树的专题啊 因为不同的松树啊 其实它包括不同的人 它不同的画法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其实你会发现在传统文化里 其实更讲究的这种美呢 它其实是有规律的 它并不是没有规律的啊 如果讲在艺术上 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那么对于我们讲在传统中国画来说 那这种百家争鸣百家百花齐放 它其实是什么 相对有一定规律的 我们讲对美的认知嘛 虽然每个人都不同 但是呢 它的审美的标准啊 大体相同 或者说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 它的审美标准是趋同的 就像我们讲这个 很多人大家一说唐代的美女 很多人都会想到唐代的美女 她是什么 是胖的 是以肥为美的 这是在这一个圣唐时期的审美趋同 认为肥美 就这么感觉像吃羊一样 认为这种是以肥为美 但是呢 那这种趋同的情况下 其实这种胖 这种肥硕 或者说这种美 它只是某一点的美 它是一种雍容的华贵 但是在这种审美的标准里 它又是涵盖着很多的东西 就像我们讲人 讲这个唐朝的肥美的这种 这个女性的时候啊 以肥为美的这种女性 她不仅仅是胖 但是胖是一方面 她不是臃肿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不要一说到唐朝的美女就要认为她是臃肿的 是肥胖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呀 她不仅仅是胖 其实她很多的服饰的搭配 她还是轻盈灵动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在审美的标准上 如果是一个好的东西 是大家认同的这种美 它一定是平衡的美 它不可能过瘦 也不可能过胖 它一定是胖瘦的结合 就像五花肉一样 五花三层 对吧 我们讲平衡 在胖的同时 一定要有东西将这个胖进行抵消 对吧 所以你就会看到 唐朝的这些贵妇穿上的服装衣服 她一定要什么 偏先 对吧 对 因为偏先 因为轻盈 所以抵消了这种胖 所以你看 这个审美的趋同 在这个审美的标准 虽然不一样 但是它的趋同其实是相同的 这个意识 在这个里面是平衡的 那我们讲 在早期的唐朝 那就不是以非为美 就不是以胖为美 而是还是以瘦为美 对吧 那以瘦为美的时候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大的衣服的出现 其实也就很简单了 因为女性过于娇弱 女性过于小 对吧 娇小 所以她要穿上肥大的衣服 来遮挡她 一伸出来 如筷子一样的胳膊 手 对不对 这是遮挡 对吧 所以你想想 她的这个趋同 美的趋同 是在变化的 但是这个变化呢 她又什么 她就是平衡 就很简单嘛 就像一个秤一样嘛 这边重点 那就这边 秤坨往这拨一拨 这边重点 轻点 秤坨往回拨一拨 所以你看 这种平衡的美 是不缺的 或者说这种平衡的美 是始终保持在整个审美的 这是一个标杆啊 所以你想想 我们到画松树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看了这几百张松树 其实我自己也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审美的趋同 那你说松树 我们看一看 那你说这些松树 它都是松树 长相不一样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看 你看一看 每一组的松树 它都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 那不一样的地方 张三画的 李斯画的 王尔玛子画的 都不一样 但是你要从这里面 从这么多 不一样的松树里面 找到趋同的东西 找到相同的东西 那这个 其实就是我们在 学画当中 你要站在一个高度 去看问题 站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就是站在松树的发展上 不同的松树是什么样 那这些松树 它有什么特点 那如果 差不多的松树 或者都是松树 它放到不同的画面上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这张是我们前两天 刚刚学的一个内容 是吧 那松树的特点就是 奇特 对吧 这种奇与特 就像我们之前讲 构图 讲布局一样 我们要讲奇 讲显 讲绝 对吧 那看看松树的标准 一定是奇 显 绝 这是 无可厚非的 哪怕是长长的里头 大家看 你看在这种长条里头 它就是单颗傻傻笨笨的 它也要在组合里面 找到它的特点 没有 就是你看到画松树的人 他没有画的特别平庸的 无论是长的短的 瘦的胖的 高的矮的 都绝对不是这种平庸之辈 哪怕就是这种扇面上的 你看 蚁于松树当中 你看 依靠在松树当中的内容 是吧 所以你看 它还要把松树的松根 还有这种质感 画得很奇特 所以这 就是我们看 你看看这些 看松树的时候 总会发现 有一些不同的东西 是吧 那这个不同在哪 那我们就会 发现 你看包括长绝 这个有点大 看不了 回头我们去看 这个大的长绝 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些 挺长的长绝 你看 这是马远的 你看 马远的松树 它不仅仅是 蚂蚁角下半边 那这个蚂蚁角 它画出来的松树 都是那么的精神 而这种精神呢 又不是 我们讲的 歪歪扭扭扭 它就是很细流的 而这种细流的松树 我跟大家讲过一个问题 松树在宋朝时期 或者说在画树 树在这个宋朝画的时候 大家知道 我跟大家讲过 它的用笔和我们后来的用笔 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能看出什么区别吗 知道的朋友告诉大家 我跟大家讲过 松树在宋朝时候 哇 它的用笔是怎样用笔的 有知道的朋友们吗 还有记得的朋友们吗 不知道的发一 来 记得的朋友 打出来 不知道的 发不知道 或者是发个一 我们来看看 有什么区别 来 同志们 来 看一看 看一看 有什么区别呢 哎 记不到 记不到 告诉大家 是中锋用笔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因为在宋画里头 特别是马远下规的这个松树 你会看到 全是挺杆杆的 直挺挺的松树 直挺挺的中锋 那在这种中锋用笔里 大家看 看见吗 所以要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去发现 现在我们讲画松树 我们可以用很多的笔法 侧锋 中锋 逆锋 双钩 各种各样的方法 那大家你看 在这个马远的这个竖法里 它就是中锋用笔 所以你想让这个质感很粗的变化 它很少 它是兼具了这种枝条的中锋的这种力量 然后呢 在这个枝条的这种力量里面呢 又不仅仅是这种所谓的弹性 而是什么 而是要注意这个中锋的变化 你看在这个里头 它和我们昨天看到的郭希的绘画 是完全不一样的 郭希那个笔能甩多漂亮就甩多漂亮 能甩 这个 多有弹性就有多性 这种线条性的 线性的这种帅气 让人感觉到了不一样 是吧 所以这在我们画这个松树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哦 不一样 不一样 确实真的不一样 对吧 那在这个里面你看 看出来了吧 那这个 这个里面不一样之后 那大家看 我们大家来看 你看这里面所有的 就是马远的画里 马远的树里 都是中锋用的 那你这个东西就 为什么它的东西看出来那么有筋骨 为什么你看马远的东西看出来筋骨极强啊 这就是重要的东西 它和别人的东西不同 所以你在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啊 就要发现 哎 为啥不一样 为啥有区别 对吧 你看这种松树就画的比较娇嫩 是吧 哎 就不一样 所以从用笔上 第一线看到区别 哎 接着啊 看这种啊 你看这种 侧峰 侧峰画的树干 对吧 但是这种侧峰又和什么 哎 画本身又结合的非常好 因为石头本身就是这样的 然后哎 更为整体 所以看松树 还是和我们画树是一样的 先看树干 你先发现了干的变化 然后你再看其他的东西就阴忍而解了 啊 起手的东西 还是要和你画面的整体相配合 所以画山水的时候要先画树呢 树呢 就要先画干 干起手自然而然也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了 是不是 嗯 所以我们讲说画画啊 方法 看画 更需要 这一组平淡无奇 对吧 这一组平淡无奇 但是这是 但是这一组你看 墨色的运用 和这个树的方向上 你看 树的方向虽然都是直直的长 但是你看 这种烟雨朦朧 或者说这种朦朧的这个时代 其实你看 不乏什么 和郭熙有一拼呢 对吧 这在用墨上的巧 也是一种特点 那有时候看东西 你看这么多松树 看了 你看 你看 是不是 刚才讲的 对不对 你看 马远的这种方法 很好的 很好的 灵漪的 紧致的 表现出来 你看看 哎 你看 这是最具有 马远 风格的 啊 哎 可以是后人访 可以是马远画 可以是这种 马远的 笔意的 但是你一看到 就是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读图的时代 一定要什么 你要学会读图 学会看清楚 一个人的风格 一个人的特点 就像大家 在晚上直播的时候 哎 没有露脸的老师 突然发现 这个声音不对 哎 坏人了 是吧 画画也是一样 这个人的风格特点 你一搭眼 就能看出来 那或者说 哪怕这个 不是这个人画的 但是 是仿这个人的笔意的 那这个里头 就是要灌输于你的脑海之中 所以我们在看画的时候 是要养成这种习惯 对吧 你看 一样的 你看 一看这种 寿古临寻的 一看这种中锋用笔的 这不用去说 不用去想 哎 这就是马远的画法 再看看构图 那更是马一角下半边 就是 哎 这种构图的规律 那这种 就是要在海量的照片里头 去形成我们脑子里面的 一种意识和认知 这是一个特点 这是最主要的特点 我记住这种最主要的特点 我就认住了 以后再出这种东西 哪怕不是马远画的 但是这种风格 这种特点 这种构图 它也是仿马远比翼 明白了吧 哎 所以这个 是在很多后来 特别是你看到 清朝的很多绘画里面 都是 学某某某人 学某某某人 那你这些人 张三的你也学 李四的你也学 王尔麻尊的你也学 那你看完了这些东西 这种风格 你是不是就已经有代入感了 这种代入感是你在绘画里头的这种意识是不断加深的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只靠画能解决的 你想想你浑身是铁 你又能粘几块钉呢 你又能画几个画呢 而在这个里面 看画 读画 多读画 多看画 其实这也是 让你弥补你画画的这个时间不够 或者说画不了这么多画的一个短板 这任何人都是的 甭管那个大画家 他都是不可能临遍天下所有的画作 对吧 所以读画又是我们最好进步的一种方法之一 当然你紧紧的去读画 这也不是远远不够的 而是需要这个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一手抓临摹 一手抓解析 你看 这是梁凯的 是吧 梁凯大协议的 这种也是 我们往下看 你看这种青绿山水 就画的很规矩 是吧 很规矩 当然这批图里呢 有一些稍微小一点 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很大 嗯 这位贵的 你看这种 你看特点都是不同的 我有时候就是 喜欢去找一个专题 然后在这一个专题里面 把重点的东西 罗列出来 这个图太大了 看不了 我的群绘里没有打开 回头等单看 其实你看这组的画法 它又有特例 虽然方正 但是你看 不是这种群组 然后包括什么 包括他的自作 你看这是垂腾之法 绕腾之法 画的虽然很烂 乱起来不是很乱 不是很烂 是很乱 但是你看 乱中有序 这种你看着乱的画 你一定要找到它的秩序 或者是抽丝剥茧的画法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啊 对吧 乱 乱在哪 这种乱 看完这个画 然后你再配这种石头的特点 你注意啊 越乱的话 这个你越要注意一个人 就这种松树的画法 这种松松垮垮 乱乱的 记住一个人 这个人呢 有好几个老婆 然后呢 拍了一部电影 总去找一个姑娘 叫丘香 就记住她的特点 这就是她的风格 知道了吧 这就是她的风格 所以不要怕 不要怕读图 不要怕读不明白 其实很多的风格 很多的特点 在你慢慢去读的时候 你就已经慢慢的去了解了 你看这个雪景 你看这个小松树 就这么两笔 对吧 就这么两笔 是吧 但是在小的画面里 虽然这是雪景 这松树很小 但是你想想 它一定要在怪石之上 要立出它的样子 所以就往大了画 就往这个奇特了画 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其他的树 都长得规规矩矩的 唯独松树长得 各种各样 长得和别人不同 对吧 所以大家发现 一定要学会 学会 学会 学会去看 看看 乱不乱 散不散 不要嫌麻烦 不要嫌这种太碎 其实你深入去看的时候 它是和这个画面相匹配的 是画面需要的 也是风格相近的 明白吧 所以你要看 它怎么好 它都是整体的统一 它不是这种 单独存在的 包括你看像这种 有吗 这摩尔文那么重 你看这种 这种画 我告诉大家 你看画得很恭喜 你就看这个松树的什么 干 你看这个干 不仅仅画上去 还要染上去 还要流出来白 你看多少层画 勾完了 画这个鳞片 鳞片画完了 用褶末流出这个什么 凹不出 是吧 流出这种军裂的地方 所以一个枝干 也不是我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 勾两笔点两下就完了 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更多的松树的时候 看到更多名家的 这种画法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松树可以有这么多画法 可以有这么多种画法 这一下就对你什么 就打开了你的思路呀 但是你看 多少人画松树的时候 不还是这种按这种 传统规矩的这种画法 而传统规矩的这种松树画法 是不是就按照我们这种套路 往下走的 一个都没有少吧 你看你买的松树课里 是不是 就是这种规规矩矩的一生二的方法呀 一棵主树旁边配一棵小树 这是最经典最经典的松树 你要去练呀 松树不练 岂不就亏了呀 如果不把松树好好的去运用上去练好 是不是就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是吧 所以这一点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要好好地去练一练啊 包括这个文正明呢 这一看就是文正明的风格 文正明的风格呢 文正明的特点 在明朝这些明寺家里啊 其实他们的这种风格都是可以 唐仪啊 其实还以公系为主 然后文正明的特点呢 是属于 公系当中带有什么 带有这个 我们讲 粗放的 豪放的东西 那这种豪放豪迈 你看什么最好解决 我跟大家说 就看树干 什么都不用看 就看树干 哎 你看这个树干啊 因为文正明的树干啊 画出来之后啊 不仅仅是圆中带方了 而是方中带圆 哎 很有气势 就这种特点啊 这种图示啊 非常有特点 你看多了之后 你再看 这个不是文正明的 这个不是文正明的 再往下看 你会看到很多它的内容 很多很多它的内容 你看这些松树都画的软软当当的 是吧 你看这也是 你看一看就是 宋朝的这种风格的绘画 对吧 你看 还有一个问题啊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大家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种 偏啊 或者是静心 或者是偏 它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它可能拿来的时候啊 哎 可能高一点 低一点 是吧 可能大一点 小一点 然后重新装表之后 它可能我就剪一个圆 把其他的东西都给剪掉了 明白了吧 这是一种 我们讲的 在绘画里头 无论你是做这个装表也好 或者是做做旧也好 或者再来一个什么 做假也好 都是这种方法 比如说 哎 这张画 哎 挺像这个 某某某人的 对吧 然后呢 我怎么办呢 我就把它掏一个心 重新给它 裁一块 然后呢 哎 我们讲 找一个圣手书生啊 去模仿 张三 李四的这个T款 然后再盖上他的印 这张假画呢 就做成了 所以中国人在做假上呢 是非常有一套的 因为中国人属于做假的祖宗 你知道吗 哎 现在做假呢 和过去做假呢 不太一样 过去做假呢 人更讲究什么 这个完整性 而现在做假呢 更讲究时效性 啊 就是挣快钱嘛 哎 你看这种松鼠也是一样的呀 对吧 哎 你看 有一些东西啊 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 不要着急多去讲 讲多了 反而不如去看 哎 你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种松鼠不一样吗 有区别吧 哎 你看这种 一看 时代性就很强 不一定 非得去看它的颜色呀 这个捐本的颜色 是我们 纸本和捐本的颜色 是我们奠定 判断它不同时期的一个标准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的时候 只去从什么 松鼠的形状特点 样貌 哎 来评判 哎 那你一看这种松鼠 很简单吧 你看 早期的嘛 你看 还都是什么 中风用笔嘛 这种 哎 一看就是 松 哎 一看就是松 所以这种 就很简单 所以我说画画吧 学画 看画的时候 你看这个 哎 这张画 为什么要跟大家先讲一讲呢 哎 这张画 大家注意啊 用笔很潇洒吧 用笔很随意吧 对吧 那这张画 看着 有人觉得不规整 但是这一张画 我告诉大家 用笔是非常潇洒的 不光潇洒 而且真正做到的 像书法一样 八面出风啊 无论是细小的松针 还是中粗的这种枝干 还是大粗的粗的这种主干呀 这绝对是松树的一个经典呀 虽然简简单单的是吧 但是你看 两棵树的主次关系 墨色关系 用笔的变化 但是你看这个用笔 还不失什么 宋人的用笔 宋人画这个用中锋用笔 对吧 那他的用笔 还是中锋用笔 但是中锋用笔里 又夹杂着一些枯笔 干笔 色笔 甚至有一些册封 对吧 但是他这个人 你看包括画这种枝干的时候 也有什么 郭希的什么特点吧 对吧 你看画这个时候 是不是有郭希的特点呀 是吧 那这张画是谁画的 这张画的人叫赵孟甫 画这张画的人叫赵孟甫 也就是我们讲 一笔草草不求行私 他既是一个改革者 又是一个继承者 他继承了这个南宋的 宋朝宫廷绘画的一波 同时又在宋朝宫廷绘画的一波上 有了什么 变化 这种科宫树就如同我们讲的 这个赵孟甫居图呀 他不是说你想临摹 你就能够临摹好的 他需要你真正对比 默 对控制 达到一个高度 不仅仅是控制的问题 还要对认知上达到一个高度 如果你只有控制 只有控制 没有认知 你只是基于临摹 只有认知上 有了这种认知的意识 然后再有了控笔的能力 控墨的能力 就可以了 对吧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点大家 一定一定要知道 一定一定要知道 去问一下小助手 您问我的话 我现在也帮您查不了 有小助手微信吧 去联系一下小助手 我们小助手微信都有 应该前天发的 你应该明天 今天明天应该能收着了 别着急 这不才几天吧 是吧 别急 你看到人家收着了 人家是北京的 北京我今天起 明天就能收着了 所以你看 看完了赵孟甫的 你再看这种 这种是不是就很属于 非常非常公正的绘画 对不对 那这种公正的绘画 不一样吧 风格不同吧 你看的时候 也不一样吧 所以在这种画里 像看 比如说一堆松树 那我永远都是 不用去细看 先睁着眼 转一遍 先都明白明白 是什么样的风格 然后有一些重点的东西 可以细看一下 有一些呢 就随风潜入夜了 就过去了 就知道一下 每一个里头 你看看 自从 麻烦就是这一点点 你看我专门以前 教过大家画松果吧 你看人家画松果的时候 哎 不一样吗 好玩啊 所以为什么要 串起来来看呢 对吧 你看八大的 你看八大的松树 这松树 这 是吧 这岂不是 鲁赤水认为自己 我和八大是有一拼的 齐黄 你只是小儿啊 和我比你根本比不了啊 所以齐白石 鲁赤水嘛 这太直白了 所以这个 齐白石当年 有一个死对头啊 他的名字叫鲁赤水啊 鲁赤水 极高嘛 第一个画画的高 第二个 书法写的好 还有一个官当的大 啊 当然后来 啊 很早也就死了 当然也属于坏人 啊 所以你看看 你看这种 哎呀 这个图太大了啊 大家看 这种优势 放开了的 放住的 啊 这种放开的画 你看不一样 啊 所以有时候 我在看这种画的时候 因为我们比如说 讲一张画 可以讲得很细致 但是讲的一组画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 看 哎 你看 你看这种是 墨骨的方法 加你看 血液的方法 你看这种石头 是用墨骨的方法 去什么 去用撞色的方法 看见吗 是不是我教大家 画的这种石头的撞色 在我们石头的内容 是以撞色的形式出现 撞了色之后 然后再画 再添加 是吧 哎 这些呢 都 你看 很有意思吧 你看这种 同样都是马尾松 表现出来的 也不一样 有表现平面的 有表现立体的 其实这种 就是要去读图 当你把图读明白了 就是说白了 看出了两张画的不同 然后又能看出 它们之间的不一样 大事就知道 对吧 哎 还真是 撞色画师 对呀 所以你想 我如果不教你这些基础的东西 你看这个画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是吧 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画出来了 是不是 但是你看 但是你看 这里用到了墨谷的方法 用到了写意的方法 用到了什么 勾填的方法 你看 双勾填色 所以你看 一个画面里头 可以有很多种的表现手法 不一定 非得用一种 所以你要在这个基础课里 你要了解到更多的东西 知道更多的内容 这才是我们在学画的时候 你要有的 你意识提高不了 你天天在那傻画 画出来不就傻傻的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 你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 这种形式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教大家的这些传统的东西 你都是在历代名画里 是绝对能找到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 哪天就找着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 哪天就找着了 你看 同是马尾松 你看这个松树 又不一样吧 对吧 一定要学会 一定要学会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好好的去 听课 因为这种传统的基础 对于我们来说 大家缺失的太多了 当然你说 你跟着朱老师 学学现代的东西 开心开心 很好 这就像吃饭一样 不能天天都吃正餐呀 也得吃个这个 是吧 小姿的情调呀 也不能天天光吃麻辣烫啊 是吧 也得清清肠啊 就是各种东西 都要尝试一下 都要接触一下 各种话种 各种门类的东西 你都要去认知一下 对吧 你看这种松树 你看 又不一样吧 你看既有染的内容在里头 又有画的功夫在里头 既有点像公笔的感觉 其实你看 又是写意的里面 同时还融入了什么 看 薄苗 对吧 还融入了白苗的内容 那在这里面 你看 白苗也有了 这个也有了 那个也有了 你看 丰富了吧 内容更加丰富 让一个画面更加的完整 所以这就是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去临摹 你的眼睛是达不到的 是够不到的 所以要看图 要看画 要看 一定要去看 只有多看 多读 多发现 是吧 你看 我常说的这种松树 这种就是血液的 这种大血液的画法 画出来之后 这种松树的浑猴 它的这种熊霸 你看 只有这种气魄的人 是可以画出来 对吧 接着 一样的 是吧 一样的 对吧 也一里边 你看 这一种 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 聊聊几笔呀 你可以表现很茂密的松树 你也可以表现出很稀少的松树 松树少不代表这个画不好 松树少 你可以有枝干的穿插 更容易把枝干的这种美表现出来 就是说白了 你是想表现枝干的这种瘦条 这种缠绕的这种多姿 你还是想表现几棵树 合在一起的这种雍容华柜 这个就是要看你在何处定点 何处来栖身 所以画画要有什么 要知道重点 那你看 这个松树我用了这种方法 把它画出它的这种枝干的变化 那我下边你看 人家下边我不画这种枝干的漂亮了 我画这种变化 来看看 看看 看看 对吧 我把这个东西抓进来 是不是 有样了吧 好看了吧 整体往上一加 对吧 浑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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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方正正的树 树里边不求这种变化 而方中还要更刚硬 只要看这种干 你只要看到这种干的话 十之八九猜到文正明 是没有问题的 是没有问题的 文正明的 然后接着 然后接着啊 你看这都是 一看这种画法 都是仿王蒙的画法 都是仿王蒙的 虚虚的松中的 对吧 点个箱把自己呛 这个好像打不开啊 等这个是我最想给大家讲的 这这个松鼠 打不开回头我们看啊 太大了 这是一个长卷啊 你看又来了 又来了 看见吗 又来了 这都不用看 看见吗 这种刚硬的变化 看见吗 这种用笔的这种方正 一看看 看见吗 看见吗 这就是文正明最大最大的特点 懂了吧 在这个里头 在这个里头 一二三四 一 一二三四五 是吧 你看四棵松树 在这一棵松树出来之后 这边还要歪一棵 其他的树 但是你看四棵松树 长发基本相同 但是开核之姿啊 绝对不可少 你看这 你把这个线直接给它穿成长线了 那不就是兰草的穿插吗 所以人家说兰草难 兰草难 难什么呀 你兰草只是作为你穿插的变化 而真正的这种什么 我们讲啊 真正的这个用处 而是用在其他地方 而是用在其他地方 五棵松树 一棵松树 两棵松树 三棵松树 四棵松树 从哪蹦出来的第五棵松树啊 亲 咱俩 哪有五棵松树啊 你给我看看 这数学虽然是体育老师教的 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你也不能 你不能欺负人啊 你这不是欺负我吗 我们这体育老师教的数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松树啊 同志们 这是一棵松树啊 这个不是松树啊 这个是点叶的杂树啊 然后看 这是一棵松树 两棵 这是三棵松树 这是四棵松树 这后边都是杂树啊 哪有五棵松树啊 这是杂树 看见没 一看叶子 别看根 别看干 亲们 你们欺负人到家了 我最多数到七 八二三四五六七停 最多数到八 你们这 哎呀 哎呀 你们这欺负人有点过分了 一二三 是四棵松树吧 对吧 这不是松树啊 对啊 是吧 是吧 我们这体育老师教了这个 我们体育老师教了我这个数 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是体育委员啊 所以我的数学一直停留在八这个阶段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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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到五 我数到四没问题啊 你八以后我不知道 可能会可能会错 我信你们 但是这个 哦 吓死吧 我了 他们不知道我这个体育 体育科内表都不及格 我最多就是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他们不知道我会数后面的 我也不会数后面的 好 过去了啊 好过去了啊 嗯 非常好 嗯 吓死了啊 我以为数错了 你看这一组啊 这组里从没松树啊 小树手从那给我弄出来的图啊 我觉得你们都好神奇啊 哎 这个大家都有 这个神奇的这个松树是吧 哎 所以就是大家看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 看得清楚 你看看到五棵树 五棵树长得差不多 但是一定要什么 找到叶子 哎 杂树和松树啊 还是有区别的 是吧 嗯 朱老师和神 朱老师和胡老师还是有区别的 是吧 嗯 你看 这松树想起来谁了 图是马远吧 对不对 这肯定不是马远画的嘛 对不对 哎 所以你看这种图示 为什么让你多夸夸夸的翻呀 是不是 夸夸夸的翻 就是把类型搞明白 对吧 就像大家考试的时候做卷子 老师会教你有一段时间 会让你去刷题 对不对 刷题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你在海量的卷子里面 找到同等类型 同等题型的解题方法和解题思路 对吧 哎 这是一样的道理啊 哎 你看 这又是传统中国画的三叠两段了 对吧 三叠两段 画云法的 近现代的画法都是这样 哎 所以你看不同的构图 不同的松树 你看 哎 这个这张画好多人去画 不一样 看这组大的山水 青绿的 是吧 你看这松树画都一排一排的 是吧 跟八八山似的 啊 但是你看 虽然是样八宝山 但是你看 出笔的这种 你看就是什么 哎 青的这种 明清时期的这种画法 哎 没有自己的东西 出手就是谁谁谁 出手就是谁 很规律 很概念 但是呢 你说他画的不好吗 哎呦 他又画的真好 你说他画的好吗 他又真的 啊 不好 所以你就在看这种画的时候 很规矩 很好 但是你说从在风格特点上 又缺少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讲 在清朝时期啊 非常流行的这种 哎 像四王这种风格特点出来的 啊 嗯 这种都是的 你看这个 不用讲了吧 很明确吧 现在是不是一看都能看出这种风格 都不用我来讲了 对吧 都比我明白 但是你看这种特点 我每次喜欢看的 总是喜欢看这种什么 突然一下子 眼前一亮 豁然开朗 和其他风格都不同的 简 简笔 画出来的特点 哎 你看有意思 你看这小松鼠画的 很简 很有特点 对吧 哎 谁啊 石涛啊 对吧 野异之气啊 悠然而生啊 对吧 不一样吧 石涛的东西 总是给人一种什么 哎 语不经人 死不休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来告诉我 这不用看了 啊 这是谁 来告诉我 下两条学的 下两条学的 嗯 好 神舟八大 继续 钢琴住了几个腰 又香住了几个膜 把你们学的 全都还给我了 嘿 打你个婚也 丢来破也落 神家发抖 鬼也哆嗦 打得那狼虫 虎包 无处多 取你个山更先 来水更饿 神也发抖 鬼也哆嗦 走出个通天 大道 宽 又 过 是红人的风格 但是这是扎实标的 这是扎实标的 讲过 新刚 是吧 哎 和红人 同时期的 他们同一个画派的 对吧 扎实标 很有红人的特点 很有红人的特点 哎 所以你看 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哎 你看一个人的东西 哎 有点像红人 但是和红人又不一样 但是扎实标 是和红人 同一个门派的 扎实标 扎 哎 对 所以你看 我在这个里面 就是让你加深记忆 前面的红人 知道什么样了 讲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看到这个 哎 这你看 这就是红人的风格 但是哎 又不是红人的风格 马上 你就多加了一个人 叫什么 扎实标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学习 就是这样 我要不断的给你挖下套 然后我让你不断的去记忆 不能像这个像小学一样啊 老师给同学们讲课 同学们 一加一等于二 对不对 对 二加二等于四 对不对 对 哎 一加三等于八 对不对 对 然后发现有人说 哦 不对 你看 这个 给你们下套 是正常的 你们不被我套住 这才是你们学到了真正的东西 知道了吗 这种 这种 这种风格 多有意思 对吧 多有意思 风数 啊 风数 你看看我们讲风数的时候 我们在戒子园里专门讲过一期风数吧 对吧 哎 那这个你看 风数的松鼠又是一种画法 又不一样 所以不仅仅要画静态的东西 还要去画动态的东西 还要抓住动态的瞬间 你看如果你这样能懂得 你是不是慢慢的就慢慢了解了 为什么要去看画啊 为什么要去学习啊 不断的去画 不断的去看 你看这些 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内容 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内容 这又是一个经典 又是一个经典的经典 就这张画你都不用看松树 你就一看这石头 你就知道是谁画的 来 猜一猜 猜一猜 是谁画的 这个石头啊 这个石头是谁画的呀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我们的朋友 小哪吒 来猜一猜 想你是你在脑海 你看还是哪吒 是吧 想你是你在抽筋 抽龙筋呢 是吧 到底是谁啊 这个风格 这个特点 再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不知道的发一 不知道的发一 来 知道的猜一猜 大胆的猜一猜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我们的朋友 小哪吒 特点呀 同志们来 给大家看看啊 有时候大家在学画的时候呢 确实会遇到这样 或者那样的问题 这个很正常啊 哎 我们到明朝去找一个人 我刚才提过 他有很多媳妇 是我们男 接着往下啊 他有很多的媳妇 嗯 再聊一会儿 聊会被揍死的 来看看物质 养性之徒 哎 这是你们国风套装里的内容吧 这是你们国风套装里的内容吧 你看这是你们的这个 大家的这个 是吧 高清图里的内容吧 你一看这个线 这个石头用勾线之法去画 勾的又细 你就看这种细的轮廓 这种细细的变化 你就看这个 是吧 我就特别羡慕他 啊 你看看 你看看这种小线 你看看这种小线 是吧 你再回来看一看 啊 这个还不是特别像 来找一个像的 你要你要先找到这种 先找到这种认识啊 先找个认识啊 不着急啊 莫佐吉 你看这个 哎 你看看 这种小笔出 看看 只要看到这种 啊 只要看到这种笔法 想都不用想 啊 哎 我不是羡慕人家有秋香 我羡慕人家有好几个秋香 知道了吧 什么情况 送文质的字 你看看这种地方 你看看 你看看 人家这种花松的方法 这个给大家看过了 这个花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 你看看 哎 对吧 你再回来看看 哎 不是这个 再说 是吧 然后用笔的这种风 用笔的这种虚 但是 又都在结构之上 和尼云林呢 还不太一样 尼云林的折带 尼云林是不见笔的 尼云林是虚笔的 但是你看 他这个属于特别特别经典的话 非常经典 笔干 是吧 哎 所以记住了啊 只要这种风格的 想一想 想都不用想 就直接想想 嗯 老婆多的哥们 是吧 哎 这个看过了啊 你看这种又是很规矩 啊 一开始呢 我们可以去多学一些这些规矩的绘画 你看 哎 你看 这种 你看这种 顿题的变化 但是这种行笔呢 也很快 也很六首 是吧 哎 这个有意思 看这个 你看用黑的往上套啊 你看套到最后 你看松柏是结合在一起的 啊 松柏就结合在一起了 是吧 你看 松柏百柱 大家吧 百数 哎 百数 非常有意思 这些东西不在于高 啊 不在于高 不大好记 慢慢记 多看啊 回头再带你们画 再画不就能记得住了吗 你看 这你反正能记住了 这还用看吗 这个记住了吧 同志们 不用我讲了吧 这个画记住了吧 你看看 这个不用记 不用记了吧 这个记住了吧 不用记吧 还用讲吗 这个就 所以很直接的了 啊 所以能记住 哎 你一节课 你能记住一个东西 哎 那你就 不行 这个也是 你看我现在有好多长卷特别好的 就是打开 在直播间的时候 太大了 图 都很好 能记住一个就已经不错了 亲们 更何况你说 我想把所有的东西都记住 其实还是挺难的 朱老师 朱老师晚上今天开课啊 你们记得大家去约一下课 朱老师今天晚上有课 今天正式开始猛宠第一课 正式开始猛宠第一课 然后大家都好好的去学 小一小 愿意小的就小一小 不愿意小的 我这两天我出差 还会给大家直播 带大家去看厌台 有可能是下午 也有可能上午 到时候大家看 然后带着大家去播一播 看一看 看一看厌台 看一看 我的好朋友们家的厌台 然后还有我订的一批厌台 你去了解了解 我再找几个 找几个 这个不太能说的老师 到我们直播间 来跟大家聊聊短夜 然后他们的普通话 说的不太好 没事 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们翻译 一样 你看这种风格 又不一样吧 我总是喜欢去找一些 不一样的风格去看 但是你看这些小素 你看虽然很小的松树 我告诉大家绝对不一样 你看完之后 就会让你心旷神移 真的 所以这次我们 买了四万多张图 就一点一点的挑 一点一点的挑 真的把我们猪手的眼 都挑瞎了 都快 猪老师的课 在365里没有回放 因为猪二的课 就是我们的 在视频号里 直接就有回放 比如说我们这个课 六天的课 那我们在这个六天 七天里 都给大家带着回放 或者是十天里带着回放 365里没有 看这 还有十五只染色笔吧 明年见了 See you next year 明年见了 今年没有了 太多内容 太多太多的内容了 你看这种风格特点 还不用看了 就是马下之法 对吧 这是舌头的特点 你看这小松鼠 看这小松鼠 画多有意思 对吧 这是大的 这是大的方法 学会累一点话 但是规整啊 就是你看 规整与野异 就有时候说看不懂 认为工的东西很好 认为写的东西就不好 其实你是随着时代的东西 时代的发展去看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